- 大家好,我是Ben,歡迎來到本週聊天節目的聊天啊 - 你幹嘛? - 大家好,我是佩佩 - 偷懶 - 黑白講話 - 好,那我們今天,今天我們最近拍攝的時候有些我覺得觸動人性的部分 - 激動的事情 -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在拍片的幕後有些很精彩的部分沒辦法讓大家知道 - 拍到流眼淚,那我自己曾經自己發聲過一次啦,那我比較有印象就是小江 - 蠻慶幸我們有這樣做的,然後大家每次都辛苦 - 辛苦一個月,可是我只能用這五圈的時間 - 讓這些努力變得更有意義 - 那我自己其實比較少... - 但是我現在也是變得有點感性,然後最近我在拍一個專欄 - 我們直接在那邊透露,但我們不確定我們的影片現在大家看到的時候發了沒有 - 如果發了的話大家記得去看 - 如果沒有發可能是在下禮拜 - 那這部片基本上就是為了山羊有一個70週年的 - 那時候我們其實有一個預告,他們找了一些KOL,比如說像小三啊 - 我們啊... - 然後重點是我們懸道的這個故事 - 在我們拍攝過程中呢 - 最終被我們拍的主角 - 他感動的... - 對,有點激動 - 沒有辦法說話 - 沒有辦法說話,然後我也被他影響 - 對,我不知道我可以講多少啦 - 反正就是他是一個... - 我們重新跟著他一起經歷他的實習過程 - 就是回顧了大概兩三年前的故事 - 然後那個是他曾經最嚮往的 - 就很像是你曾經很想要追一個女孩 - 然後到你跟他的關係已經結束之後 - 他帶著我跟著他一起回到當初追那個女孩的過程 - 就地重遊 - 對,所以最終我們就地重遊的時候 - 他整個情緒倒爆發 - 對啊,所以我覺得蠻精彩的 - 然後我也因為被他感動到 - 我自己其實也覺得有點感動 - 對,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他真的就是很喜歡那個地方 - 然後當時的那份工作 - 是,所以... - 好,我覺得這個就是... - 反正在70週年我覺得這個素材真的是蠻棒的 - 當然身為一個企業主我覺得賺錢很重要 - 但是投入在故事之中 - 有時候你真的會被那個故事給打動 - 然後每次我們在拍片很累 - 但是我回到家有時候睡前的時候滑滑手機 - 或者是我在看看我們最後的成品的時候 - 我都覺得很開心 - 就如果我今天還在做我當時的設計 - 我沒辦法在這麼短時間內 - 經歷過這麼多的故事 - 包含我們自己的RDNA - 對不對 - 你看我們第二季的那個我真的是 - 我在RDNA真的是傻樂鞋 - 傻樂類傻樂鞋 - 拋頭顱傻樂鞋 - 真的,真的 - 第二季的時候很感動 - 第一季還第二季 - 第一季吧 - 反正都很感動啊 - 幹嘛你現在要哭了 - 沒有啦,我覺得很... - 你現在眼眶 - 我沒有 - 還是你現在乾眼神那個 - 沒有 - 好啦,都回答阿伯的眼光紅了 - 我們先開一下 - 欸等一下,我突然把我飲料在桌上 - 我剛本來想要嗆你這件事 - 但是我不好意思打到你的情緒 - 幫我逼掉 - 你就幫你打小馬賽克這樣 - 所以我們今天的贊助上次 - 醜一乾杯 - 啊… comme我們健康 - 記到本週聊天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Kawasaki W230 Magro S1 秋季海外上市 其實如果有去日本就知道 有一個叫做黑幕區 那這個故事其實有點悠久 因為以我自己來說 坦白說我對於這個Magro 我是並沒有任何的印象跟情懷 因為他的年紀真的追的有點久 但是我也為了要介紹這篇 我特別帶大家來了解一下這個故事 那在此之前會了解是因為 其實W800系列就曾經推出過Magro版本 去年年底好像Kawa那邊就發表 然後當時應該說這一批的W800 因為Megro的版本的推出 所以反而Megro賣的份很好 但是W800的卡費反而被 你知道香型暗淡許多 那我們就來講講 為什麼他這麼會讓人家著迷 那今天這一篇主要我先開頭 他當時是W800 去年的時候是W800 但是他現在下放到小排量上面 所以這個Megro的精神 等於你從小排量上面就可以得到 這是我覺得這次新聞第三名的一個爆點 那我們還是大家回顧一下Megro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Kawasaki其實是做重工 那早期時候他其實做船艦 到現在其實也有 那像我們高鐵其實有Kawasaki 然後有的電梯你還看到有什麼Kawasaki 好那基本上他在最早以前 他是以造船以重工為起架 在戰爭時期他們被抓去支援 做飛機的一些零件引擎等等的部件 那坦白說當戰爭結束之後 他們對於做機車這件事情沒有非常了解 那當時他們就找到一個 叫做暮黑製作所這間公司 那這間公司從一開始1937年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以做機車為文明 然後他們在那個年代還曾經跟Honda 在賽事上面有所競爭是非常早期 那他們其實這個Meghe 暮黑 那其實這個暮黑製作所 他們在戰戰爭時期也有去支援 做飛機的零件 然後在戰爭結束之後 他們再回來繼續做他們的電 那個電繩 對 好在戰爭結束之後 他們又回來繼續做他們的autobine 那這個時候Kawasaki就跟他們談合作 從那個時候 他們就等於兩間公司做合併 應該說Kawasaki比較大 Kawasaki就直接把這個Meghe給買下來 然後當時的Meghe正推出第二代 叫做Meguro的K2 當時第一個版本叫K1 然後第二個版本K2版本 因為賣的非常差 所以他就在就從那個時候消失 消失之後 他就變成為Kawasaki之後 就再也沒有Meguro的K3 那經歷了那麼多年那麼多年 直到去年的時候2023年 那時候他們把K3推出出來 那基本上也不能說他是K3 應該說他就是用W800的D 去把Meguro當時的一些特殊的元素 還有他的廠灰加注在這台車上 而且我覺得Kawasaki 他們特別愛玩這個 這台車他從頭到尾都沒有用上Kawasaki的會賬 他完全就用Meguro的會賬 就是當時的會賬 你看經過多久 63年 將近100年 80年 是嗎 數學都很差 好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他就讓他重新復甦 是不是 你不覺得這故事很浪漫嗎 就有點像是他是他的前身 然後他把他阿公給挖出來 對不對 好恐怖 讓他重新再 重新復甦 像他這個下降頭 對 好 那我回歸到今天的故事 所以我個人認為 W800的Meguro版本 是蠻蜜人的 是蠻值的手套 也是他去年賣的很好的原因 那我不知道這些台灣的車主 到底買了知不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我自己知道之後 我覺得 好像這車就更值得收藏 對不對 說不定他 如果他假設賣的不好 那也不會再有新的K4等等版本 那你就會停在這個時間點 是蠻蜜人的 好 那回歸到今天 看很顯然的 他應該是賣的不錯 所以你看他現在又 他現在又延伸了 然後他這一次延伸 則是直接下放到W230 就是小排量的版本 而且這個是白牌的版本 所以如果真的有機會引進台灣的話 你就可以騎到白牌的Miguro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的正確規格 他就是用這顆引擎來打造今天的兩台車 但我覺得基本上是雙生車 但是Miguro的版本 是我個人覺得看起來比較香的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他就是W230 以及Miguro的S1 這個兩個型號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這個白色的版本 他的油箱上面有一個W的字樣 他基本上應該就是W230的本尊 他看起來比較有一點白色優雅的感覺 但是他一樣穿搭出比較有點復古的感覺 是個雙槍避震器 然後引擎也有點像是我自己的老車TU250 他的鋼頭的部分 中鋼的部分還特別有一個黑色的棋片 來呈現出那個老味道 跟他油箱上面拉的那個黑色的斷帶 其實有點呼應 連他的椅墊呢 也是有一個復古的這種壓紋壓格 然後呢同時他的側面 也是用一個白色跳黑色來組裝 然後我個人認為 白色這個W230的版本 迷人的就是他的土除 他的土除是那種有點復古的大包土除 就他包覆的範圍很大 前面很長然後做的很遠 包括他的後面的都有一種小小的那種壓圍 然後延伸到後面變成一個裙子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即使你買的是非Miguro版本 白色 那我覺得他也創作出另外一個不同的樣貌 那他的前面呢 基本上雖然他是一個復古造型 但你可以看到他前面的大燈 還是換成LED燈的形式 然後採用一個這個彎型 然後中間有一個鍍鉻 他的指針部分呢 則是採用雙指針 然後留了一個小小的單色儀錶 我個人認為啦 基本上現在全彩一鏡儀錶已經越來越多了 反而這種儀錶是我個人看來會喜歡的 他已經開始你知道 一開始我們都想要全彩全彩 當現在有點多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回歸 喜歡這種對不對 科技到一種極致 對啊這樣子其實才是 那個老衛才完全完全呈現 好再來呢 我們回歸到我們剛才講這麼多的故事 就是Meguro的版本 然後這個我就必須說 這就香了 你看這張黑色的版本 是不是 是不是就跟 他只釋出一張圖 有點看不過癮 對啊 但我覺得他可能就跟他W800的版本 是有點雷同 但是你看 我覺得他的外觀其實有點像 只是顏色跟 很像啊 真的很像 但我覺得他那個椅墊 是我真的覺得很像的 就很復古 對超級復古 因為他連壓紋都沒有 就是完全一個亮面皮革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你就覺得 哇這個 這個那個老衛 他是另外一種層次來展現出他的老衛 那他全車呢 包含前土廚後土廚 當然也是很大的裙擺之外 他烤一個亮面的黑 那整個我覺得 呈現出來的那個感覺 再加上他那個油箱 你看不是油箱啦 那個車身側面 那個紅色的 那個默黑的那個紅字 非常的有味道 然後再來 我個人也很喜歡 像我自己的TV250 也是用一個電鍍的油箱去呈現 你看他油箱的層次非常多 他除了這個腳膝蓋的部分 也有一個軟墊 就很像W800那個經典復古的樣貌之外 他的油箱這邊是一個電鍍的一個區塊 讓他看起來真的很有老味 而且同時傳達了這個 Miguro他的當時經典的一個樣貌 我覺得銀色的版本比較帥 對當時老車的樣貌真的很帥 所以他你看 而且當時那個年代的土廚 真的更大 對不對 更大整個包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大就對了 就是讓大家看出他當時的老味道 我覺得主流車系 大家往科技面走向 那我覺得這種小眾的需求 我覺得其實還是蠻大的 因為隨著主流 大家越來越氾濫 往電控方面推的時候 這種老的樣貌 呈現當初的老味 經典的故事 我覺得這車真的很值得收藏 而且你看 如果萬一未來都變成電動車 是不是你不覺得 這個就是要停在家裡 成為一個好的收藏品 對他到時候就變成路上的一個稀釋 對啊騎出來多帥啊 好啦我真的很期待 敲碗敲起來 對不對 我們那個熊哥 熊哥還有那個 熊哥 丁哥 丁哥 還有什麼經理大大 但是我個人啊 坦白說我會想要有300的版本 或是400版本 欸如果你看他不行 忍者400的引擎 太雙鋼 對啊轉速太高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對啊 因為你看他們現在都出了 那個德國賓的CP車 對啊 對不對 敲碗一下 來個Meguro的 對啊 雙黃牌嗎 好香喔 可以耶 那這樣如果他真的出了 那個黃牌的Meguro 那我那個SR400跟Meguro 那買哪一個就比較好 嗯哼 你這個問題丟給我 真的很難回答你 好不好 讓大家留言投票 今天我們機智的網友們 對啊 大家 好啦我覺得無論 如果你現在講都太多了 基本上當然就是他要引進太晚 你要套一句前前總統講話 有沒有相思為 有沒有最美 有沒有相思為 進到本週兩句話第二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MOTO GP 2027 新賽車規格 講到這一題呢 又進到賽事的部分 我必須說 其實這一個賽事 讓我看到一些 有點特殊的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在MOTO GP頂級賽事 今年其實已經蠻精彩 因為 但我對他精彩度 並不是因為來自 這個賽會給他的限制 而是來自於Ducati的強大 大家都知道Ducati 他們現在 因為是這個集團裡面最快 所以各家車隊 都衛星車隊 都採用Ducati的場車來比賽 所以現在看起來 跑在前面都是Ducati的車 然後一線 成績好的車手 大部分都會加入 隸屬於Ducati的車隊 導致 現在前面有一種像同歸賽的感覺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最近 我覺得這兩年的比賽 格外的好看 到明年應該 這個情況也很難改變 就是一直是Ducati自相 對 就等於問題是 這就精彩了 因為過去如果每個車廠的差距很大的話 然後大家都騎各個品牌 基本上互相較勁的機會 沒有那麼 就每個人落差 會因為車子本身在拉開 但現在前面幾名通路Ducati的時候 你知道就真的是硬碰硬的肉搏戰 另外 就是在MOTO GP 有一個電車部分 叫MOTO E 我記得大概在三年前左右 還是四年前 那時候我跟加菲在爆的時候 是他第一次出現 然後那時候還發生火燒車 真正的東西 而且我其實都覺得 那個好像是接下來要接續未來的東西 但是現在你看他的賽規 這個賽會發表出來 這個三年後 27年後 表示他們有一點改變方向 好像是告訴大家說 三年後 我們還是用男友車在比賽 對不對 那這樣子MOTO E等於 他還要繼續的 再給他三年時間繼續承受 那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 因為在2007年的時候 他們就把排氣量從1000公升級改為800cc 當時也是告訴大家說 因為現在他們的廠車越來越快 越做越輕 車子動力越來越大 所以他們為了保護所有騎士安全 所以他們把排氣量縮減 那縮減之後 又到2021年 2012年的時候 將他改為公升級 所以有一個來回的迭代 那坦白說 我們我每一年都看 那我也經歷過那個時代 但我覺得當時那樣子改 也沒有讓比賽變得更精彩 我記得那個狀況還是 就跟公升級差距不大 到這一次 他們則是大會公布 2027年他們的規範 則是排氣量控制在850cc 這邊則是更明確的 他直接告訴大家說 如果是廠車的話 你的鋼徑大概是81mm 會縮小至75mm 然後這不僅僅是動力的部分 那他們其實這邊有提到 他一樣是為了提高車輛的整體安全性 現在造車技術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導致其實賽車越來越快 那可能也為了平衡其他發展 比如說輪胎技術 也或者是其他技術可以跟上賽車 除此之外 他們在引擎限制部分 也從現在的20站 使用7G引擎縮小至6G引擎 告訴你說車隊 你不能夠一昧的壓榨動力 然後操你的引擎 因為你操壞你6G用完就沒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明顯 可以限制車隊速度的一個關鍵的設定點 另外還有一個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它的油箱的燃料部分 也從過去的22公升降低到20公升 那這個影響也非常大 因為如果你的引擎壓榨更大的動力的時候 它需要更多的燃油 那如果我沒辦法給你那麼多油 你就必須要讓它的引擎輸出再降低 所以它速度就沒那麼快 衝刺賽的燃油容量也從12公升減為11公升 在燃油的部分 他們也強調為了環保 到時候是100%使用永續燃料 那這邊因為有點模糊 我想永續燃料可能是回收油 重新提煉過的油來參與賽斯 它可能不會像是那種全新的油 來的這麼有純度 所以爆發力可能有影響 但是我覺得他們主要還是希望 對於環保精益分力 現在其實就已經有在用所謂的永續燃料 現在的佔比則是40%左右 未來只是要100% 各家廠著重的空力套件 你看現在每一個廠都看起來 那車子奇奇怪怪的 各種怪力怪的 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寬 對啊 所以他們這邊也開出了新的限制 車頭的部分你不能突出車 你要從車前面現在長度 再往後縮減50mm 大概5公分左右 整流罩最大寬度則是從600mm 縮短到550mm 最重的重量 它則是限制在從157公斤 設置到153公斤重 所以其實它還是讓 大家的車重可以再輕一點點 過去其實是你不能輕過於這個重量 讓車子還是保有一個重量 然後再來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強制所有的選手 GPS數據在每一場結束後之後 都可以提供其他車隊來做參考使用 我告訴你這個很關鍵 怎麼樣 太不公平了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是前面的頭排的集團的廠車 我已經覺得說我花大錢請車手 然後砸重心研發車子 那還要因為我的那些投入 然後把數據分享給後半端的人 對不對 但這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過去其實 那個統一ECU的時候大家就吵過 因為當時其實各家撰寫自己的ECU 有些真的有眉眉嘎嘎 就是他們投入很多心思去調整出 很強的ECU 所以他們在賽場一直頂先 但後來一旦一統一之後 他們有時就沒了 對啊 但沒辦法 因為你知道 那這樣誰還要用光讀書 沒有你要想賽會他要的是收視率 他要這比賽更精彩 大家每天晉升LOGO好看 但是你看如果他不這樣改制 每一個都各跑各的 對不對 比如說20圈 10圈過後每一個都之間差了10秒 有什麼好看 比賽不好看 那因為我有錢我投資 那沒有人 不是你聽我說沒有人看 車廠也沒辦法投注 也沒有贊助商 車廠也沒有錢在改車 所以你知道 就是那個機身蛋蛋生機的原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車廠雖然抱怨歸抱怨 但是他們最重要的環節 還是在於他必須要有觀眾 才會有贊助商來投注 他才可以有錢再打造更強的車輛 然後這個車輛的技術 才可以回到他的石頭車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你知道循環 生態鏈 沒辦法 是啊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賽會這樣做絕對是沒有錯的 讓他變得更加的公平 那 我想數據都公布出來 但是最終結果還是看你的車手 到底你車手可以騎出怎麼樣的東西 對不對 他讓他的變數變得更少 所以最後在比賽其實就只有人的能力嗎 沒有好 沒問題 你聽我講 就像我看得到小將的數據 他可以跟我的疊在一起 當作是參考 但是他怎麼做到的 我知道他騎出這個速度 但是我也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會限制在車輛部分 有些設定可能可以當作是參考依據 但他並不會真正改變整個比賽 有些車手他不論是腳踏板的施力 或是他側掛的方式 他都可以讓曲率的收限變得更有效率 他可能創造出更高的玩數 這個東西是GPS上讀得到他更高玩數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發生的 他可以重播那個 重播什麼 重播譬如說他一屁股啊 或是他腳踏姿勢 或在第七號彎他先怎樣 沒有說 沒有你看 那所以就是GPS的訊號也只能當參考 因為你講說最後還是去重播看錄影帶 對 錄影帶好老 好啊你好老 我現在是藍光光碟 不是 我引帶都好老喔 真的欸 卡帶也以前還會卡住推不出來 你有經歷過嗎 沒有 卡帶推不出來啊 不會啊 你有經歷過卡帶的時代 他會推不出來卡住 而且你知道有時候尷尬的點是什麼 你說那個線會抽出來 不是不是 那個袋子不是家裡該出現的袋子 在車尾的空力套件呢 他們也限制一季也只能做一次的升級 那另外呢 我覺得這邊也蠻shock的 就是現在其實他們用的很普及的 就是車高調整的一個機制 他們未來也禁止這個車高調整的裝置 這個我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對車高調整的裝置 我個人認為啦 他是蠻有發展潛力 成為未來一般通用 在市售車上面會出現的一個改裝配備 但現在看起來他把它禁止 這個我現在有點不太懂 他為什麼啦 因為最近其實我在賽場上 我們一直在討論車高 對於整個車輛騎乘感覺的改變 那其實車尾的高低 其實對於車輛的動態是影響非常大的 那如果這個車高 如果這個車高裝置夠成熟的話 我覺得他進到一般市場上面 你在一般道路上騎乘 可能都對你操控車輛有所幫助 所以我認為 如果對於車輛發展 這個車高的裝置 應該要讓他繼續發展 沒想到他竟然會禁止 這我是蠻意外的啦 但我個人認為他現在設定這個東西 現在看起來還有三年的時間 未來會不會還有小幅度的修正 這個都很難講 好不好 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這個賽會就是要想要讓比賽更加精彩 然後他早點設定這些規範 讓接下來想要參與的廠商 都可以做一個提前的準備 進到本週聊天學的第一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BMW MOTO推出ASA自動換檔系統 講到這種自動換檔技術 是不是我們最近一直討論到 對不對 你看像本田的E-CLUDGE 對不對 從早期的DCT 然後上次YAMAHA的什麼 Y什麼什麼什麼 YYS 對 現在各家都在都在出這樣的系統 然後現在BMW也不落後於其他之家 BMW最近也推出他們的自動換檔系統 叫做ASA 簡稱ASA 這項技術我覺得也如同E-CLUDGE 非常的雷同 讓我個人認為他更像DCT 因為我今天講講他的操作模式 基本上他就像汽車一樣 因為BMW是一個機車汽車都有的車廠 你只要在騎士切入低檔模式的時候 基本上這車就是自動模式 自排模式 對 速可達 所以是自排模式 速可達模式 你就不用操作任何的檔位 你油門灌了就走 然後油門收了就停 是非常簡單 但如果你想保有騎乘的樂趣的時候 你只要把他調到手動M模式 你就可以透過腳的打檔 你不用拉離合器 因為他也沒有離合器 腳的打檔來進行升降檔來操作 是 那他是不是有點像上次 就是上一週的 我們上一週的YAMAHA 其實有點像 因為本田那個他不是一個按鍵 對 但本田其實也是可以進到儀表板做設定 對 就是本田是用儀表板按按按按按 但他們是按一個按鍵 對 但是本田的DCT也是這樣 他也有個D模式 有個S模式 但本田是有增降的 他的操控是直接坐在外面 對對對 其實大部分的車廠 大概都可以讓你很快速的調整 只是在於他要不要停 要不要怎麼樣 就他 你在調整 比如說像早期切換動力模式 有的車廠就是很保守 他就叫你要切動力模式 你要車子停下來 那現在其實大家可以接受 就是你切完之後 你油門一手再開 他第二下他就自動幫你切換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過渡期 大家會在思考說 我到底切換模式的時候要停 還是在行進間 那我覺得現在這一套 他是直接用個按鈕來進行切換 我覺得是蠻合理的 像之前的DCT 他也可以行進間切換 他可以隨時切到S模式 然後D模式 然後也可以手動手排模式 那我覺得現在這一套 看起來也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厲害之處 則是我們來看看 他這個技術說明說 他們這次的技術說明 他用原本車輛的搭檔車的架構 加了僅僅2.1公斤的組件 就讓今天的AAS系統組出來了 那我覺得這就很厲害了 這也符合現在E-CLUDGE 這個所推出的一個訴求 因為我們知道E-CLUDGE 他只在旁邊多了一個 像是這麼大的便當盒 他就讓這個正常車輛 就變成自動搭檔的系統 那我覺得這一次 便當率有點跟他較勁的意味 你看現在我們看起來 他在基建裡面的機構 其實也非常簡單 他等於是用一個馬達 去控制你的升降檔 除了幫你打檔之外 也幫你拉離合器 那就直接連接到他車輛的電腦 來幫你判斷你什麼時候需要升降檔 所以整個機構 其實對於現今的科技來說 真的不是太難 因為現在大家都電子油門 所以他只要點 這個處理油門的引擎的資訊 然後來控制你的油門 就可以做到 那他們現在已經確定 會先搭載RE300的引擎的車系上面 然後預計在今年下半年就會推出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起來下半年 是不是 米蘭車展又來了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幾月 現在五月 對 所以我們現在六月開始就要 又開始預告大家說 米蘭車展 到時候去米蘭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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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會 我覺得大家會慢慢的出現這些 就是可以調整式的 就是他依然保留打擋的樂趣 同時也保持騎車的一個方便度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迎接未來 那畢竟在汽車那邊 很快就進到電動車時代 那在這個二輪這邊 其實相較起來真的進化的滿滿 對不對 你看我們車子要能夠ACC 要能夠車道鎖定 要能夠自動停車 這些都看起來有點難度 有點距離 那光是要把二輪平衡在地上 就已經很難 對啊現在那是更難的一關 但是至少現在他解決了 就是大家搭檔的問題 你可以有樂趣又可以不用搭檔 那是很棒的一個新的機構 而且在很小的成本底下 然後不需要太多基建 不用擔心多的維修成本的考量下做變更 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未來的趨勢啦 那究竟這個AS系統 它的操作會是怎麼樣 年齡的米蘭車展 或許我們到現場 大家好好地看一下 那我覺得外觀也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就是沒有了 應該到處是一堆機構上面的分享 對啊 應該就是有一台拆著 放在一個玻璃哨裡面 然後一直轉 它有一個馬達一直在那邊 然後就會有一些老外遺跡在那邊看 然後在那邊對不對 我們沒辦法 我們這次是米蘭吃完老屁股 你都要講出來 那我們來去屁 那我們就直接去民工旅遊好了 這次就是本週聊天 有三個鐘要記得幫我們訂閱還在加上下 我在講什麼分享 幫我們訂閱還在加分享 我們下週見 拜拜